一烂头城发伤了枪击案 嫌犯因为身上有毒品不想被抓 既然假意配合调查 趁警员警不注意 直接对准了胸口开枪非常嚣张 而这个蔡庆员警 中弹之后还忍痛去压制嫌犯 再呼叫支援 冲了三分钟之后才倒地送医 帮忙急救的医师说 因为他没有穿防弹衣 这个枪伤贯穿了肺部 还好子弹有转弯 没有打中心脏 命大逃过一劫 而现在在紧急开刀之后 还在家伙病房观察 警方颈椎违规其事 但下一秒画面剧烈晃动 嫌犯转身开枪想跑 你穿嘴带回来 你想我过去不想打 袁警当时没穿防弹衣 即使已经中枪 还是忍痛压制嫌犯 等待支援到场时 穿了三分钟才倒地被送医急救 这个子弹正好从心脏旁边划过去 它是打斜的 其实如果正正的来 这只一定会打中心脏跟大血管 这颗子弹朝着胸口来 打断一个肋骨贯穿远颈肺部 子弹在身体转弯 没有打中心脏 是不幸中的大幸 已经中枪 而且是严重的受伤 他的男人奋不顾身的 他把这个改徒 马上把他逮捕 这个英勇的行为 真的是令我们敬佩 中枪消息传出后 行政院发言人许国勇 跟警政署长陈嘉青也赶到医院来慰问家属 这名中枪的远警蔡敏廷29岁 从今两年 平时相当热心为民服务 没有想到执勤时遭到歹徒开枪 还能够制服嫌犯相当英勇 刑犯被逮后 警方查出一把手枪 十颗子弹 还收出安非他命 只是因为了不想被抓 刑犯竟然想致人民保姆于死 被以杀人罪 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毒品跟妨害公武等罪嫌 一送罚办 华世新闻张正慧 翁前晃六子轩 一栏报导